这款滑轮之前有做过泡海水测试 泡了两个月 外观没有胡适 今天测试一下这个线杯可以转多久 这个线杯转的时间越长 不代表这个轮子的话就越好 这个只能算一个参数参考 要转得快的话 只需要更换线杯里面两个轴层就可以 我们测试过的轴层中就陶瓷轴层这个转的时间会最长了 大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更换陶瓷轴层 这个轴层不但要转速快 还要忍耐海水浮试 如果转速很快 然后泡一下海水就坏掉了 这样子也是不行的 海水的浮试是比较厉害的 正常海滑轮鲜坏的也是轴层会比较多 选择海滑轮的话 结构越简单的话 故障力会越小 这款滑轮可以转个一分钟左右 因为每个轴层转的都转的时间都不可能一模一样 只能给大家做个参考 感谢观看